中芯在挖台積電的老陳 對不對 應該是挖三星的梁孟松 梁孟松當然以前是台積電 不過我們必須說一句 梁孟松對台積電貢獻是非常大的 當時從60奈米到7奈米 其實梁孟松他是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但是因為現在中芯半導體 已經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中芯半導體目前 還是中國自由品牌的 第一大晶圓代工廠 但是他現在遇到一個 很大的困境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利潤一直做不起來 而且更何況明年 台積電在南京的16奈米廠 16奈米製程的廠 就要正式的進入生產 那麼在一兩年之內 就會進入量產 我們知道在半導體的世界裡面 誰有能者就是全拿 所以對中芯半導體 他有殊不得的壓力 所以這時候當然找梁孟松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芯半導體技術 是源自於台積電 再看看梁孟松的薪水 坦白講還真的是不錯 梁孟松他在台積電的時候 總共在走之前 領了當時約當台積電1億的股票 當然現在已經不止 如果他沒賣 現在當時台積電股票是70塊 現在是240 當然就漲了N多倍 不 以當時來算是 平均他的年薪來講是3600萬 他這個被三星挖走之後 他的年薪就變成1.35個億 OK 這馬上就跳極了 我不懂為什麼到中芯半導體任職 只有600萬 不 這是給他的獎勵金 一般我們說你進來的時候 我給你一個酬械金 這個酬械金是600萬 但是他的實際的薪水 年薪還不知道 對 實際上薪水是沒有透露 可是另外一個執行長的薪水 因為他是雙重執行長 另外一個執行長薪水 年薪是40萬美金 其實不高 不高 40萬美金比他在台積電還來的低 所以到底他在中芯半導的錢 是多少 是不知道的 可是目前中芯半導 遇到一個很大很大的困境 你能想像 現在台積電的主要製程 已經到16奈米 順便要跨進到 未來10奈米跟7奈米 可是中芯半導體到目前為止 主力產品還是40奈米 他在這個28奈米的產出 占他總共產出只有7% 而且良率不高 如果台積電到時候 在南京這16奈米一出來 中芯半導體不就剩在那裡 你知道要怎樣 好 那當時因為 我們知道當時梁鋒松 201年到三星的時候 台積電跟三星半導體 都是剛剛從45奈米 開始往前跨 但是這往前跨的時候 因為三星的技術 不是源自三星 三星技術來自IBM 所以他們的整個製程邏輯不同 台積電是自己的邏輯 所以可能你拿別人的 IBM的技術到三星 當然一定有一些磨合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 當梁鋒松一跳到三星的時候 2011 2012 2013 三年時間 三星的製程能力就從40奈米 35奈米 26奈米 一直到現在的14奈米甚至更高 就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內 快速的跳升 所以這讓台積電心裡想說 我們過去所研發的邏輯 是不是你梁鋒松帶去的 讓三星快速的增長 這邊其實有個小插曲 為什麼他們認知 好 我還是要講一下 為什麼認知叛將 是因為當時他有將近 約當1億元的台積電股票 當時他說的 老闆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跳三星 當時就傳說他跳三星 梁鋒松連說三次不會跳三星 所以他就把股票分三期 每期4500萬約當股票 就給了梁鋒松 結果梁鋒松最後一起拿到之後 砰 去了三星 借著三星的技術 去快速的躍進 好 當然現在已經不在乎了 因為現在台積電製程 早就已經贏過三星 至少一個世代 不過現在問題就來了 張忠摩在以前說 中芯在剛成立的時候 他就對中芯說一句話 中芯啊 景氣不好的時候虧錢 景氣好的時候 也賺不了什麼錢 果不起來剛剛公布了這個 現在你看這個半導體景氣那麼好 對不起他今年的 到目前第二季的稅後盈率 大概只有3627萬美金 比去年同期還衰退62.9 所以梁鋒松 能不能變中芯的救世主 就看他怎麼去跟中芯 如何配合 OK 不過可見是個人才 他是個人才 定的 對 那麼問一下他說 他說去一個他跟Morris 就是張忠謀 是合作多久 那這為什麼留不住這個人呢 梁鋒松他在半導體的 資歷是33年 所以你知道他資歷是非常的深 而且他幾乎參與台積電 從第一代開始 也就是說從台積電那時候 在微米 三四五微米 開始到所謂的奈米之間 每一代的銀化技術 他都是技術的龍頭 他對台積電的貢獻 真的是非常的標評 他的政功非常標評 包括他有五百多項的 專利的發明人 他只靠在專利就吃不完 那最主要就2003年 他銀化0.13微米的 那時候的銅製程的藥角 因為你在0.13以上 那些奈米級的是用鋁製程 到35微米的時候 細啊 鋁製程已經不行了 因為他會出現lakelakelake的問題 全世界都沒辦法解決 只有他 他的老師跟他的研究團隊 從鋁把它改成銅 然後馬上解決 超越IBM 整個全世界都知道了 到2009年 因為他們台積電 要升一個副總上來 大家都看好梁夢松 因為他是研發的處長 他是台積電的工程 戰功那麼好 一定是這個副總 結果他沒有升上去 我覺得他比較稀罵刑 他就覺得很沒有面子 所以他就紛擾提出這個辭辰 那張聰謀就問他 你要照顧 他說他要回去公庚南洋 那有可能啦 這種人才怎麼可能回去公庚南洋 有一個人看到了 三星的李建希看到了 馬上重金 馬上私人飛機 他韓國到台灣 四個月的休假都私人飛機搬來搬去 這樣的重金禮聘到韓國的三星大學任教 就這樣子 其實他就這樣子 就把三星慢慢慢慢扶起來了 2013年的時候張聰謀在股東會說 有人就問他 我們的記者問他說 那第二名三星呢 他已經追上來了 他說沒有 他離我們太遠了 他只是螢幕上的一個小黑點而已 一年的時間2014 竟然三星已經直接跳到14奈米了 台積電還是16奈米 所以A9就被三星又拿了大部分的訂單 光是這個部分台積電虧了300億 結果發現兩個A9拿出來比 他說他的一個歧視的 他的歧視的電晶體 你如果沒有看三星跟台積電 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台積電就問 那你一定偷了我的 因為他從45奈米 35奈米 28奈米 直接跳到14奈米 你看從28樓直接跳到14樓 腳不會斷掉 台積電不是 台積電是28奈米 16奈米 14奈米慢慢下來 20奈米慢慢下來 結果發現出事了 量力拉不上來 他的落電控制拉不上來 所以那時候買到那個 I6S的人就說 只要是裡面是三星的 很難用 台積電就是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也造成了 因為他跳得太快 現在大家認為說 你梁木松雖然你有技術 但是我台積電的底層工作人員 這些作業人員 我有我的know how 你沒有學到 那這個部分來講 如果梁木松把這個部分 再帶到中心去 我跟你講搞不好中心以後 又是另外一個三星出來 在這個大陸發展半導體 其實他們也對日本的工程師 在伸手對不對 沒有錯 其實除了說台灣的人才之外 最近也傳出來 這個大陸也去挖了東芝的工程師 因為東芝今年半導體不是要出售嗎 所以人心惶惶 所以在這個時候挖最好挖 那今年去年底 今年初的時候其實 華雅科被美光病 那個時候也不少人也被大陸給挖走 所以其實他們挖腳是有手法的 那目前中國大陸挖這個台廠 或者是挖其他國外的工程師 挖最兇的莫過於就是紫光集團 那紫光集團為什麼挖這麼大呢 因為他背後就是中國政府 他就是大股東 中國政府在後面撐腰嘛 所以你能夠挖盡量挖 怎麼樣挖 要團出團進 待人待料 怎麼樣叫團出團進 你挖一個不夠 你最好就是一次就挖個幾十個 上百個那是最好 一整團的出去 馬葬一斤 這樣最快 要拿一顆 要一斤 現在他們很厲害 紫光他有很多工程師的名單 然後有時候甚至有微信的帳號 就直接用微信這樣 團進團出 什麼帶團帶料 帶人帶料 就是人也要帶去 料就是這個資料的料 這個料也要帶過去 你不能說人來而已 還要把那個最厲害的技術 也一併帶過來 那當然你要這樣挖人 那你要有好的條件 有好的相對的付出 譬如說他就給你薪水 那據說就是說帶頭大哥 帶頭大哥 那通常他是會拿到比較高 大概四到五倍 就台灣薪水的四到五倍 等於就是新台幣直接換人民幣的意思 這有吸引力 如果是初階的 比較菜膠的 可能1.5倍到2倍 不過這個也不錯 因為他後面可能還有配股什麼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給你升遷的機會 因為在台灣 很多的位置都已經被卡住了 所以升遷的速度其實很慢 據說台積電要升一個值等 可能平均要花兩到三年的時間 但是你如果直接跳到大陸的廠商 入器 他可能一次就給你到位了 譬如說你在台灣是掛副總 到了大陸變成副總裁 在台灣是部門經理 到了大陸變成 部門總經理 之類的 就是說他的那個 那個抬頭是比大的就對了 那如果說挖不到怎麼辦呢 就用偷的 過去就曾經發現過一件事情 就是入器他花800萬 然後找五個工程師 把台灣生化家的技術 大概有75億的生產線的技術 把它偷走 剛好還好 有夠便宜 800萬偷75億的 對啊 因為他說是找工程師 工程師你給他一些錢 他就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還好就是說 這核心技術最後沒有被拿走 要不然台灣真的是損失很多 所以呢各位 這個搶人才 真的是一個全世界的動作 對不對 我們只是不方便 我們搶了人家什麼嘛 對不對 我們應該也有搶吧 對不對